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Tony来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是报税的专场 因为报税季马上就要到来了 然后对于很多的新移民来说 可能在报税的这一部分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请Tony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给我们做一些解答 给我们讲一下海外资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报税 所以海外资产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应该是税务居民才需要申报的 是 美国人 我刚才讲的三种人叫做美国人 美国公民 美国绿卡 或者是美国税务居民 当然里面有例外 例外我就不展开了 这三种人叫做美国人 如果是美国人的话 需要报一个海外资产 除了你全球收入要报税以外 要报一个海外资产 这个海外资产简单讲一下 海外资产的话主要是两大类 一个是金融账户 广义的金融账户 第二个叫做公司的股份 就是你在国外 一个公司 你持股超过10% 或者您跟你的配偶 加起来超过10%的话 那你就需要申报 那不超过10%呢 理论上不需要申报 这个是公司股权这方面的申报 第二大类就是我讲的 海外的这个账户 金融账户要申报 这个账户是广义的账户 比方说你的存款 银行的存款 股票 共同基金 理财产品 人寿保险的现金值 信托 退休金 那个债券 或者债权 或者叫做债券 也可以叫做借据 也可以叫做应收 我有个客人 他白条 这个白条也算 也算 对 政府拆了他的房子 没有钱给他 给他白条 这个也要算 这个是广义的 这个金融的账户来申报 还是那句话 申报不需要缴税 但你不申报的话 有罚金 会有罚金 这个罚金最高 可以到50% 增了最有刑事责任 那么当然你的资产 海外资产产生的收益 比方说股票 你有分红 或者有资本利得 如果你的存款 产生的利息 这些部分还是要缴税的 这个全球征税 当然不代表双重征税 那么所以海外资产 大家不要忘了要申报 这个讲到海外资产申报 是两个法案 一个叫做肥卡法案 FACA 2011年奥巴马政府通过的 另外一个叫做 肥卡法案 对 肥罢法案 肥罢法案 FBAR 1970年代通过的 一个是申报给美国国税局 一个是申报美国国财政部 这两个呢 有很多部分是重叠的 重叠的 所以这个的话 是会计师会帮做 对 你只要提供一套材料 会计师会帮你做 以前是两个不同的截止日期 现在已经合并成 同一个截止日期了 有些东西不需要报 有些客人会问海外的 比方说房产需要 需不需要报 理论上这两个方案 都不涵盖 不涵盖房产 房产不需要申报 那如果是说我 比如说我在拿到身份 有例外 对 我拿到身份的时候 我在之前 我在海外有一套房子 不管是父母给的 或者是什么 然后但是我当时就 你就说不用申报 我没有申报 但是我拿到身份之后 可能过了两年 这个房子卖掉了 是 那我们讲的就是收入了 收入的话是要申报的 美国是全球征税的 那你房子什么时候会产生收入呢 两种情况 一个卖房子 对 尤其国内房子现在涨得非常多 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房子如果出租的话 有租金收入的话 就是收入这部分 但是如果是我为什么不能报 就像我就觉得 我有个房子我报给你 然后我告诉你 我国外有个房子 可以报 然后我卖了之后我就不交税 不会不交税 不会不交税 可以是不是 我讲一下 这个房子我有看到过 其他会计师有把房子报在上面 当然也不会有罚金 那你放在上面也可以 但是没有要求你报 房子本身作为资产要申报的话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的房子放在信托里面 因为信托要报 第二种房子放在公司的名项 我刚才讲公司持股 如果你超过10%的话 这会在你的公司负债表上 就个人的名义是不用报的 不需要报 不管什么样的房子 空地啊仓库啊 只要不产生收益 都不需要报 都不需要报 但是你这个房子 我刚才讲了 你报了以后 你卖掉的话 有收益的话还是要算 其实就跟后面 再卖掉是一样的 是 是看你的售价 减掉你的成本 这个部分还是要交美国的钱 对 就是你盈余的那一部分 那如果是说你卖亏了的话 就不用报 卖亏不需要报 但是现在国内的房子 卖亏的情况不大 不大可能 对没错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网友问 能否约个时间 去您会计事务所当面 咨询一下个人的税务问题 可以可以 您是几点到几点 我们是九点半到下午六点钟 九点半到六点钟 然后电话刚才已经写了 是626-280-8877 然后这个跟Tony说 是看我们号视频 然后找过来的 Tony会热情的接待你 没问题 我给你一个discount 然后我们这边 有网友说 赶快把海外的钱变成房子 这样的话就不用报税了 是这样 可能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 是房子本身不需要报 还有一些东西也不需要报 黄金也不需要报 你的这个首饰 珠宝 古董 资化 收藏品 汽车 真的吗 这些都不需要报 这些都属于资产 为什么不要报 但不在这两个法案 肥坝和肥卡法案涵盖范围内 这不需要报 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 我有个客人问我 福地要不要报 也不需要报 了解 了解 好 那么像这个海外资产这一部分 这个我们知道有些人 他是拿到身份之后 他并没有及时的报 所以他是不是只有一次机会 他如果是错过了 比如说我今年拿到身份 我今年没有报 然后到明年后年 想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你可以报 你可以补报 但是会有罚款 对 就有这个罚款的问题 所以第一年报税 非常非常的重要 罚款税都可以到50% 看你这个是故意的 还是unwilleful 就不是故意的 不是这个主观上面 要欺骗的 所以第一年报税非常重要 我简单讲一下 新移民第一年报税 要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 专门做事方面的会计师来报 因为第一年的话比较特殊 你会分两段 一般以登陆 一般情况下 以登陆这一天为 入境这一天 对 那么你登陆之前的话 属于非居民 登陆以后算居民了 美国人了 刚才讲的 不管你是临时旅卡 有条件旅卡 只要你登陆了 就算美国人了 那么登陆之前的话 外国人在外国的收入 不需要交美国的税 如果在登陆之前 你在美国已经有收入 那么要交美国的税 比方说你在美国 有个房子出租 或者你在美国的 有一些投资的收益 这要报 一旦登陆了以后 下半段的话 那你全球的收入 都要放在美国的税表上 是 所以第一年报税 非常重要 这个叫dual status 就是双重身份 不是双重国际的意思 双重身份 第二种情况 也可以选择 整个一年都报成 美国的税务居民 那么有个条件 就是你在年底的时候 要跟一个美国人结婚 换句话说 如果夫妻两个同时 或者在同一年 登陆美国 成为美国的绿卡的话 那么这个 就可以把整年 都报成美国的居民 缺点是整个一年 登陆之前的收入 也要交 也要放到美国的税表上 要放到美国税表上 了解 就可能 大多数情况下不划算 也有少数情况下 这样做反而划算 为什么呢 有可能它是做生意的 上半年是亏的 下半年是赚的 可能把上半年包进来 这样反而比较划算 对就是你就是 把亏的那部分补进去 你就没赚多少 就这种 好 然后这个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之前有听说过 就因为是绿卡 比如说拿到身份之后 我们有一个 海外资产的报税 有些人可能海外资产 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他多报了一些 他就为了将来 可以把这个钱 拿过来的时候更方便 你觉得这样OK吗 当然不OK 你要问我会计师的话 我的标准当然是 它会有风险吧 风险 什么风险呢 比方说你查到的话 你报高了 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罚金 那么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 以后他如果增值了 这个资产增值了 他可能会考虑到 就免税了 不需要 对 这个当然 这个几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层面 就是你如果报海外资产的话 从这个海外资产申报的 这个表格上是看不出 一眼看不出 你的具体的这个财务的情况 为什么呢 您报的是风值 也就是说在一年当中最高值 比方说你有100万的资产 但你有五个不同的账户 这个钱在五个不同的账户里面串 那么你报出来就是500万 所以他不是很直观的一个 所以大家来考虑一下 有没有必要这么报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有一部分的话 这个刚才讲到了 在家人的名下 这个家人也没有拿美国身份的话 以后可以考虑用这个海外资产的方式 是的 所以我今天觉得就是你讲的这个赠予 海外身份赠予这件事情没有税 可能对大家都很有帮助 对 但是就说这个还是要有一个这个有个额度 10万以下的是没事的 10万以上的你就是报一下 申报一下就好 但是不用交税 我觉得这个对很多新移民来说 他们会有这个顾虑 他们就觉得我只要报了税 我就得交税 不会 报税跟交税是两回事 对 一定要纠正这个概念 今天听完Tony之后 我其实也是大概明白了一些这个海外资产 还有这个海外赠予这方面的情况 所以其实像刚才有位网友说 有些具体的情况 具体的方法 你真的是要去到会计师的这个办公室 去跟他细聊 所以这个 欢迎你来咨询 对 Tony的这个电话 我们也写了626-280-8877 大家可以跟他约一下 这在报税季 我听下来觉得他有很多方法 可以帮大家省税 合理合法的省税 对没错 合理合法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Tony来到我们的直播 这个下次继续来给我们讲讲 有关税法方面的这个知识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 也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 我们这个法律院之后 热线我们下周再见了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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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